如果老師你現在還不是很確定要不要用它對不對 你可以用一個關鍵字 剛剛你有看到叫拋棄式信箱 有用過拋棄式隱晴眼鏡嗎 信箱為什麼不能拋棄 對不對 因為如果你老師用你自己真實的信箱上去 那收到垃圾信應該的嘛 對嘛 你老師用自己的資料啊 所以有些網站 其實我們有些時候在找資料的話 有些網站就是一定要註冊 而且它不只註冊它要怎樣 還要收認證信有沒有 那你就一定用真的啊 所以你就找這個關鍵字啊 你弄這麼 拋棄式信箱 關鍵字一找有沒有就找到一堆 那有很多種 有十分鐘的 有一天的 也有你可以自己指定要多少多久的 有沒有看過 Michigan passport 訊息來看完自動銷毀 所以時間到就怎樣 我是比較喜歡用那個十分鐘的啊 進來之後 這是一個介紹網站喔 它就會連過去了 在這裡有沒有 十分鐘的 那如果你覺得十分鐘還沒收到的 你就按跟它講 神啊再給我十分鐘 哈哈哈哈 它就會再延長一下 來我們進來這邊 其實因為這個很多 我只是比較常用這一個而已 好你看進來有沒有取得一個信箱 對不對 然後下面呢就是 就是在線上直接閱讀而已 就跟我們 一般那個 線上 信箱一樣 這樣有了解齁 十分鐘之後就自動消失 如果有需要 再不要再給十分鐘 好所以 老師如果您不是很確定 你現在這裡 你是不是 你要的 您就用這邊去取得那個信箱 去註冊就可以了 好 還給您 不過記得一件事情喔 待會您註冊之後 那個信箱就會變成 你的什麼 登錄的帳號喔 所以還是要稍微記一下 不然等一下不知道怎麼 登錄就完蛋了